上禮拜 菊光原地的节目 介绍到陆军特战指挥部的战术任务训练 让没有带过特战单位的我印象深刻 真的 尤其是其中有一幕 我看到他们在高墙上 紧靠着一条绳索就垂降下来 而且高度不低 速度也不慢 不禁为他们捏了一把冷汗 哇 你有Gate到重点 今天我们菊光会客室 要带大家来到特殖部特战营 会客一位战术绳索应用班的队长 有战神之称的杨正达士官长 战神 是那个古罗马神话的战神Mars 当然不是 到菊光会客室走一趟就知道了 今天我特别开支台迷你突袭车 赛季登场 为了救世来会客一位 有战神之称的神兵天将 特殖部战术绳索应用班的队长 杨正达士官长 注意 抛绳 打赛季 像这种绳子不得不说 看起来真的很平凡无奇 但队长听说你们有在部队里 有针对绳子作为主要训练项目的 战术绳所运用班吗 对我们在部队里面有成立这个班 成立的宗旨就在于我们能够 用最少的器具来发挥出我们最大的效果 那像你说的这个战术绳所运用班 它的运用在哪些范围啊 在作战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在面临到城镇战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从大楼的正门去做土路的时候 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快速攀登的技术 以及前半前下的技术 针对大楼组屋去做攻坚 然后塑清的动作 那如果没办法进去的话 我们也可以停留在城市上面 对窗口去做射击和塑清的一个动作 那在詹域作战里面的话 比如说我们面临了一个大的峡谷 或是很困难的一个地形 车子载具没办法到 没办法进去的话 我们也可以利用战术沉水的技术 来快速的去通过这些困难地形 面临灾害防救的部分 比如说地震大楼倒塌 我们能够用快速攀降的这样的技术 来做物资或是人员的运送 我们战术升职应用班 我们分了基础班跟进阶班 那我们基础班有分四个阶段 那第一个是神捷法 那学神捷主要目的就是在 我们在做人员水降的时候 或是在做任何的物体搬运 或是我们都需要用到神捷 然后第二个就是固定点选择架设 那我们运用的目的就是在于 因为我们必须要通过困难地形 或是我们要神据救援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去选择良好的一个固定点 对 因为如果选择不好的固定点的话 它有可能会崩掉 会滑落 对 会崩掉 或是整个就是等于说 会造成你的很多的风险存在 所以固定点的选择是很重要的 再来就是个人的绳索行径部分 因为个人的绳索行径部分 一开始就介绍到了 我们必须要在不管在作战上面 或者是救灾的时候 因为我们必须要垂降下去做收缩 这个也是需要个人绳索行径来做训练 那第四个个人挂街救援 它是运用在 当有人自己做训练的时候 他可能卡在绳子上面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人 上去去把他带下来 所以运用到这样的一个精准 那进阶班的话 我们会针对你有上过基础班的人员 来实施进阶班的一个训练 那一开始呢 我们会先针对基础班里学过的东西 我们会先做一个 他的个人入学的一个测验 后面进阶班 运营不同的地形 然后来做不同的托拉的一个救援训练 那队长在整个战术绳索的运用班里头 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跟有什么样的职责吗 队长的角色跟职责 就是介于老师 教官跟学生之间的一个桥梁 所以当这个学生训练上面有问题的时候 就要变成我要去跟教官去讨论 就是要用其他的方式来训练他 或者是让这个学员 换另外一个教官去试试看看 那我本身会在训练之前 譬如说 好比说我们将训练要训练神结 所以神结榜 我们要 我必须要跟他们建立一个共同的预言 所以我会把大神结的一元礼三元素礼手法的部分 那种大纲返导传达套的部分 我会先告诉他们 然后让他们心里有一个观念之后 然后就会透过教官 然后再针对一些细项 然后打神结的手法跟药理 然后再去教给你这个学生 所以你可能前面先给一个大方向 然后中间的过程 又扮演桥梁 那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 我还是要去顾虑到说 学员的一个安全 比如说他们攀登之前 我要去检查整个场地 有没有其他的 不属于这场地的东西 然后在做绳索架设的时候 然后我必须要去检查 这些神结有没有确实的打好 然后勾盘有没有确实的去避索的这些问题 安全的问题危险因子都要去做到考量 不过同整起来的话 它的核心精神是什么呢 核心精神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以精神团结权力以赴是我们的口号 因为这个口号也很符合我们特战部队的一个精神 因为我们出去作战或是去救赛都是以团队为核心 对 不可能是单打独斗 那所以我们是必须做到精神团结 那相对应付到每 做到每个任务的时候 我们也就要全力以赴地去完成这个任务 像你在带领这个班啊 或是在执行任务上 那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分享 在带领这个班 虽然我已经完成了相关的一些训练 对 拿到了合格证书 对 可是在担任队员跟队长是不一样的心态 因为队员你只要 只要去达到我队长所要求的任务跟工作 我只要全力也去执行就好了 可是队长这个角色要思考的面向蛮多 比如说学员来受训啊 他们学到了什么 那我必须要把我的教学品质 或是我必须让学员能够达到 学着像技术到达什么样的效果 这都要去考虑的 来 亲爱的大树 感谢你强壮的身躯 我们要借用你强壮的身躯 我们要借你强壮的身躯 来帮助我们做攀将的训练 大树 谢谢你 我们今天开始 今天的攀将的课程是 对 虽然说刚接队长这个职务 我蛮紧张的啦 因为就是接这个职务 会造成很多的压力跟紧张 可是也好 好像在我有指导老师 然后跟我的教官同伴 协助完成这一个队长的工作 心里蛮心安的 就比较放松这样 对 比较放松 好 打完之后 它是这样子的方向 拉30公分 很努力教导的学员 你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跟他们共同 就是当他们不会的时候 当他们不会的时候 然后我一开始会用 我所看到的 他们在操作的部分 或是学习的部分 我会先跟他们讲 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再用 我在当学员的经验 来去告诉他们 我是怎么做的 你们可以去试看看 就等于说你可能也当过 教官也当过被教的学员 所以你更能够体会他们的心情 就尽可能地去 让他们去学会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 然后我们都是用 我们自身的经验 或是当初我们怎么学的 然后你们可以 用这样的方式去操作 去试看看 那像你很努力教导的学员 你会不会也是感到很骄傲 或是他有没有在过程中 给了一些回馈 如果他能够完成通过跟考试 那当然是我们教官里面的 都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那因为我们最后还会有一个 心得写作 对然后我们的心得写作 也会给我们的长官们说看 所以他们都会把他们的心得 感谢的人 或是感谢某位教官 或是感谢谁 然后也会谢谢老师 都把反馈在这个心得写作上面 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他的学习的程度跟状况 在看那个心得的时候 你有没有印象很深的哪些话 他们写给你的 像他们就会说谢谢队长 谢谢教官也谢谢老师 收讯前以为战神就只是打打神结 跟学习而已 收讯后发现竟然只用几条绳子 加用神结 就能在树林之中自在穿梭 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 辛苦老师及教官们耐心的招导 更感谢你们让我学习到 战神带给我们的除了技术 更多的是做人的道理 虽然说我在学绳索这块上面 没有说很厉害 可是也谢谢整个教官组 就是不放弃 不放弃他 然后让他学会了这项技术 不过你刚刚说你担任过队员 然后也担任过队长 感觉在战术绳索 反而也蛮长一段时间 这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 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台南消防局邀请我们 去参加他们的绳索交流比赛 换手 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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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七八 好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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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透過這個機會 就是用他們關卡來做我們 好可靠 如果我們在戰場上面 我們能夠發揮到多大的效果 對 然後也去展現出 我們特戰部隊的一個精神 國軍的一個精神 對 然後也可以 也做到全民國防的效果 那我也希望能夠往後 很多的日子裡面也可以 透過跟他們的交流 來提升我們特戰部隊 不管是作戰職務方面 或是救戰職務方面 都有很大的一個提升 所以交流完回來 自己又可以再提升 對 如果是要用一句話 然後來形容你在就是 戰術 繩索 應用班 裡頭隊長這個職務 一句話形容的話 你會怎麼來形容它 這個時候我就要借用到 我們那個徐士風老師 所帶領閃幕團隊的宗旨 因為老師的教學理念 跟他的團隊的宗旨 跟我們的部隊很像 因為自律就是我們的名脈 那自發是我們服務的信仰 對 因為跟我們特戰部隊的精神 也是一樣 因為不管在戰術任務裡面 或者是在軍機要求方面 因為我們都必須要做到自律 然後在災害防救的部分的話 我們也是盡可能的去服務民眾 做一些災禍復原 或是他們有需要的地方 我們都能夠幫忙 講到特戰就會聯想到 飛沿走壁 行動靈活 專門執行特別任務的一支部隊 而聽了鎮達師官長 分享各種繩索技術 與學員養成 再加上實地觀看的培訓課程 才發現這不只需要良好的身體協調性 體能 想要在野外崎嶇地形 或是高聳建築物上 單單靠幾條繩索 以及簡單零件拍上拍下 絕對不是容易的事情 特戰官兵運用戰術繩索 無論在戰場或是城鎮作戰 救災都是以安全為最大前提 因此具備相關知識 嚴謹的SOP 以及反覆的練習 是重要的課題 在對抗危險環境下 培養出強大的心理素質 才能建立起成熟的技術 與相應的戰力 保護著全體國民 隊長我們必須具備相關的規劃的能力 才不會讓我們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 有後顧之憂 隊長應該要擁有相關的專業證照 那也要有相關的專業的學理知識 而且也要有很強的人際關係 像我們這種比較高壓 比較強度 比較難度的班隊的隊長指數下 我希望我們都可以精神團結 然後大家一起共同完成隊長加油 因為這部分的訓練 相對來講無安因素都很大 那每天必須承擔的風險一定都很高 那都必須讓這些教官或者是隊長 在風險顧慮的情況下 要有相當高的一個承受壓力 那大家要必須有團結一致的心態去面對它 也要有相當高的專業水準去評估 那大家一起加油 看完今天的紫光會客室 大家有沒有覺得特戰官兵好神器呢 如果你對哪個職務呢想要了解或是感到好奇的 歡迎到紫光原地的粉絲專業來告訴我們 紫光會客室將會為大家來解答 下次見囉 真的很佩服那些戰術神所運用班的教官以及學員們 我平常最多也就打個蝴蝶結吧 他們竟然要學習那麼多的神結打法 光看我就眼花撩亂了 對呀他們還不僅僅只是學習神結法 還包括了固定點選擇與架設等等一系列的課程 真的是很紮實的訓練呢 真的是很紮實的訓練呢